鹅肮脏钱流入伦敦损及英抵制鹅力道 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今天表示 俄罗斯把金钱藏匿在英国资产 即透过伦敦金融城金融机构洗钱 损及英政府对俄野心勃勃的外交政策采取的力道 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 是俄罗斯大比金流外流的主要受益者 伦敦持续是俄国寡头政客和俄国官员 在全欧最奢华的地方炫富的首选西方世界首都 不过一名曾从事间谍工作的俄国人在伦敦遭毒害后 英国政府指责克里姆林公应对此事负责 于是在国际间带头抵制俄罗斯 俄国则否认与这起事件有任何关联 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报告指出 俄国流入的金钱一来损害英国对克里姆林公的批评 二来支持报告称为总统普廷 Vladimir Putin发起的颠覆立即于国际法规的机制 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 Tom Tejendad 说 这比肮脏钱规模足以损害英国外交政策利益 大过俄国在伦敦金融城的交易所带来的利益 普廷政府的盗贼统治之流何为害人权者利用在伦敦洗钱 腐败我们的友人 削弱我们的友邦关系 侵蚀对我们的体制的信心之时 英国不能视而不见 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包括 英国应与国际盟友合作 让俄罗斯更难以透过银行发行主权债 委员会说银行受制裁 俄主权债却不受制裁 这种做法损害控制俄国行为的努力 俄罗斯被控干扰2016年美国大选 并在世界各地犯下一系列网工 这些指控都遭俄国否认 俄罗斯被控制裁